爱将陈宗燕遭报涉滩喝花酒 但没有传唤 竟然就结案 过去在指挥中心疫调时 陈宗燕曾经一眼就看穿 自称是家庭主妇的案三七九 其实是酒店公关 网友就狂酸 原来早就是老司机 难怪很会看小姐 赖亲的爱将陈宗燕遭报酒店 乔治兆还找小姐喝花酒 但案子分案后就没传唤陈宗燕 直到2015年5月 监察长换成张文正后 同年8月陈董案子就签结 隔年10月 民进党郭再卿的卢渣案也签结 两人都在赖亲德市长阵内 聘请同一位律师 也由同一位检察长结案 引爆迟案联想 他会用自己的手机去叫小姐 这个我不晓得 这为什么办不出来 我要办你 你是跑不掉的 我硬要办你 你是跑不掉的 黄伟哲收的钱竟然能够判无罪 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想这个律师太感人了 谁去签结 陈宗燕 竟然没有传讯的状况之下就结案 谁指示 幕后是谁 当然是白痴吗 讽刺的是 有人先出 陈宗燕过去担任明镇局长任内 主办男人征操上街头活动 不调上甚至邪道 男人要不花心 不嫖妓 不外遇 但监听发现 游行后的两天 陈董就跑去喝花酒 还跟业者要勾三袖六 网友不禁嘲讽 搞了半天 原来是忏悔游行吗 民进党大官越爱说什么 表示越缺什么吗 陈宗燕当指挥中心副指挥官时 曾在疫调时发现 按379说 自己是单纯的家庭妇女 陈宗燕却一眼就看穿 她是酒店女公关 现在回收起来 网友K算 不愧是酒店老司机 果然很会 当然人家会讲说 搞不搞这个人 你还跟她高光个 对不对 你搞不搞认识她 这个人就是喜欢这一位 这个味道他就常 喜欢了以后 他就乐子不疲 白天宣扬不外遇 晚上却拼命找小姐 惊喜对照讽刺打脸 全民更想知道 到底是谁能让她 不管做了什么 司法都能快速签结 记者杨七浩 虚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